今天我们要用夏日里非常印记的食材 冬瓜 来为宝宝做一道肉末烧冬瓜 这个菜式的原料跟制作过程都很简单 非常值得为宝宝尝试 猪肉切小块后做成肉末 可以选用猪前腿肉或者离脊肉 加入料酒 盐 酸粉 抓匀腌制 玉米切粒 冬瓜洗净后去皮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冬瓜切成薄片 像这样 我们也可以利用小汤匙来为宝宝做一个小创意 用小汤匙把瓜肉挖成圆球状 当然这样对食材有点浪费 不过这个造型宝宝一定会更加喜欢 说冬瓜印记并不是因为冬瓜夏天炒猪多 而是因为冬瓜富含维生素C 以及甲盐等矿物质 同时具有清热结束 化碳之可的功效 非常适合在夏天给宝宝使用 热锅后加油 转中大火 倒入肉末翻炒 这里只要把肉末炒散开来就差不多了 接着放入冬瓜玉米一起煸炒几秒 加入清水 刚好没过食材 盖上锅盖 大火把水煮开之后 转中火焖五分钟 接着揭盖 再加入糖 盐 再用一点老抽来散一下色 大火收汁 最后撒上春花 就可以盛盘出锅了 想和其他妈妈一起分享 宝宝吃饭的那些事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 希望 тон转中火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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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那是 哎呀